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酵母 升级面15克 然后但是如果遇到天气冷的情况下 酵母会适量多加点 或者是室内温度了 我们可以多加点 然后酵母就放在这个准备好的盆里 然后这就是白糖 三天面是30克 铃铛酵素 然后这些水 这是对好的温水 然后这温水大家注意一点 然后那个不能超过40度 30度左右最好 我加的是770克水 这时候把这个要完成的面粉还有花粉拌匀 用手给它拌匀 然后教你将胜朽和白糖的脚化 特别是白糖必须得花 然后道路被好了 然后面粉喝阿粉 然后白糖挂起来 不需要倒 边倒边霸了打面素 让面粉充分点吸水 然后这时候把所有的面合到一起 跟水完全融合到一起 包的面大家做点注意 就是稍微比正常 我做馒头话要稍微软一点 有时候面粉的品牌不一样 吸水量也不一样 然后是春夏秋冬 你继续面粉吸水量也不一样 可能有的时候 可能适量多多加点水 有时候可能还得少加点水 这个就是大家必须得有养的那种好习惯 可以把这个移到暗了点 然后这是我们合的面 我们在这个面粉上选择上 古德利面粉 我现在用的是古德利三层面粉 但是这个做出来的包子 相对来说啊 就是皮面皮要稍微要黑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到香水了 还有那个血管粉 哎这个就是做出来包的效果都非常好 然后面也非常白 然后把这个面粉 然后把这个面粉和那个油壳 哎这种粉都油出来之后吧 可能会出现沾走状态 但是这不要紧啊 你多油一会儿 油壳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把手手上 一面粉给进炸净 然后我们油法面的制定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别用手去炸面 一定要用去油面 对 然后这时候啊 把所有的手上 残留的面粉 全部进炸净 然后把按了的面粉啊 不要给撤净 油脂表面光滑 就这样子 放在两边就这样子 好点 炸! 好吧 只好炸净了 然后我踩在这里 冷藏 一吹大 对 对 看吗 但是这个 你放在脸上 为什么 不用急啊 他这样子 我没有 可以摸摸 这个 我没有 你还没有 然后游面的时候要做到锁光,按锁,灭光 然后游到锁光,按锁 然后游到锁光之后,可以把锁光进去 要是夏天的时候,把锁光进去到8分钟就可以了 天老的话,10分钟左右 给扣盖盖盖 然后刚才把锁光的面洗10分钟左右 拿出来之后,用手工去油炙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面发起来之后 大家都在这边拍气 所以把表面再给油炙光滑 然后给表面油炙光滑之后 然后给它分成剂的 如果我们再加,如果没有压片剂的话 我们就用手工去油炙 油炙光滑,分剂的再煲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有压片剂的话 你可以上压片剂 给压几下 压几下 然后表面更光滑 效果会更好的 然后用锁光滑之后 用刀刮板 底切成 然后挑鞋 然后取出一部分 给它搓成长脚鞋 然后用手下成均匀大脚的面剂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剂的,就是大脚均匀的面剂的 然后对渴酥吧 大多我们正常我们包包的渴酥在五十到六十五 低的大脚 然后我们扫不面 只要顶头按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都给补复奥 我们会来点赞 我们会来点赞 周目 昨天 请